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今天最重要的签约仪式 在签署这个约定 其实我们很多飞行院的同仁都抱了好大的期望 我们也希望大家坐建筑师事务所 能够提供我们一个不是一个冰冷的医院 是充满光 充满爱 充满天主祝福的场所 我们是也为这个签约完成一个掌声 为我们大家互相祝福 希望这个工程之后都很顺利 交换的时候排一下 好 先考这边哦 好 看这台 看这台 好 那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展官们 然后也欢迎我们一起来留下一个很珍贵的景点 最困难的景色 我们的建筑师事务所真的 要好好地跟我们的医院 我们一起来做的时候 让我们的这个作品是非常棒的 做很好的服务 服务这些病人穷人 这些受苦的人呢 我们都一起基存财宝在天上 所以在今天签约的时候 主耶稣就以这个基存财宝来告诉我们 固然基存现实的财宝是重要 但是耶稣提到的基存天上的财宝更重要 更新院从民国57年开院到现在 那第一批的两栋楼 西栋大楼跟低栋大楼 事实上已经到了 用了五十几年了 那我想也是老旧了 那我想医疗是要对所有的民众健康安全负责 所以这个董事会就欲然决然决定 我们重新改建 那新的建筑物就是在两栋大楼 拆掉完以后的原址 会盖一个十三层楼一万四千坪的一个建筑 那包括有地下四层地上十三层 那这里面的医疗空间会将达到一万坪 那会比现有的整个更新院的医疗空间 会增加好几千坪 那在这情况之下 我们很多医疗设施 医疗的服务能量会更加强 而且会更新颖 那会有新的医疗仪器各种最方便 最新颖的最先进的医疗仪器进驻 当然人员也会有新招募一些心血 那我想这个我们这样子会花了很大的成本 这样子来为我们的新建教区 及所有的我们全国的教友们 医疗健康做更好的服务 我们一起大概多久之后会完成 因为我们目前比较辛苦的是 我们要把旧大楼的医疗空间 牵到现有的医疗空间来 那一步一步牵过来以后 到明年9月左右会整个净空 那开始拆除 预计从明年9月开始 四年内会把新大楼盖完 这是董事会再三交代不能拖太久 而且我们引进的是最有经验的建筑师 将来也会引进最有能力最有实力的营造商 那我们会花很大的成本把这个工程完成 这些人的建筑师 是比较高的 这些人都已经不在它 我们已经在它